最好的修养,人前不炫,人后不傍,人上不傲,送心,一人前不炫分享喜悦,本是人之常情,可一旦过了度,便成为炫耀。炫耀是一道耀眼的光,照亮自己的同时,往往会灼伤别人。 就如卡奈基曾说,当你锋芒毕露,周围人就站在了阴影中。在别人不如意时,拔高自己,只会招致厌恶与猜忌。 冯继才说过一段话,低调不是被边缘化,更不是无能,相反,越是无知越是张扬,只有自信才能做到低调和安于低调。 得而不显,贵而不炫,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,更是一种从容的状态。 二人后不傍,永远别在背后说人坏话,因为最后肯定会传到那个人耳中。 即使不会,人们也会疏远你,听你议论的人也不想某天成为被你议论的对象。 为人处事的涵养,是懂得在任何场合,管住自己的嘴。 别人的事情,没必要谈论,他人的是非,没资格评价。 一个总把心思放在别人身上的人,走到哪里都不会受欢迎。 有句话讲得好,当面说坏话是不礼貌,背后说坏话是不善良。 你的修养和层次,就藏在你讲话的分寸里。 遇事不平,知人不义,这是成全他人的名声,也是积攒自己的口碑。 三人尚不傲。 人最难得的修为,是见过天地辽阔,依然体谅卑微弱小。 一个人的灵魂是否高贵,不是看他朝上的逢迎,而是看他向下的慈悲。 演员陈道明在给大学生做演讲时,说过这么一段话。 上山的人,别瞧不起下山的人,因为别人风光过,而你还在山下。 山上的人,别瞧不起山下的人,指不定哪天爬到你的头上。 人这一生,命运百转千回,你今天的人生巅峰,兴许是别人明天的垫脚石。 最为浅薄的,是位居人上,便目中无人。 每一次得事时的傲慢,都是在为将来的自己挖坑。 只有发自内心的谦和,温润,才能获得持久的尊重。 非常赞同一句话,与人为善的理解,推挤吉人的周到,是亘古通用的理解。 爱人者,人恒爱之,敬人者,人恒敬之。